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2024年9月27日美国股市的表现 特别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如何再次创下新高 尽管科技股的下跌让其他指数受到挑战 道琼斯上涨了0.3% 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分别小幅下滑 显示出市场在高通胀和经济不确定性下的韧性和投资者的信心逐步恢复 接着 我们会聊到亚马逊与人工智慧初创公司Fropec的40亿美元合作 获得英国监管机构批准的消息 这一合作不仅是亚马逊的一次胜利 也是整个人工智慧行业的重要里程碑 未来可能会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后 我们还会分析周五股市的最新动态 包括Best Buy的看涨评估和其他行业的动向 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 长期和短期投资者需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股市分析 我是主持人 主持人姓明 今天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段特别节目 深入解析2024年9月27日美国主要股指的表现 以及亚马逊与人工智慧初创公司Fropec合作的最新进展 和市场的十大观察重点 首先 我们来看看2024年9月27日美国股市的表现 这些数据来自ABC News 在当天的交易中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再次创下新高 上涨了0.3% 达到42,313点 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则小幅下跌0.1% 收于5738.17点 这是今年第42次创下历史新高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回落了0.4% 收于18,119.59点 小型公司指数罗素2000则上升了14.83点 达到了2224.70点 整周来看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上涨了0.6%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则上涨了1% 罗素2000小幅下跌了0.1% 从年初至今的表现来看 标普500上升了20.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了12.3% 那斯达克上升了20.7% 而罗素2000则上升了9.7% 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美国股市 在面对高通胀和经济不确定性时的强劲韧性 投资者的信心似乎在逐步恢复市场的整体表现 也反映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期待 即便科技股的波动可能会影响短期市场走势 但从长期来看 经济基本面仍然支撑股市的上行趋势 接下来让我们聚焦另一条重要新闻 亚马逊与人工智慧初创公司 Tropik的40亿美元合作 获得了英国竞争监管机构的批准 这一消息同样来自ABC News 英国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经过审查 认为这笔交易不符合进一步审查的条件 因此给予了批准 这笔交易中的 Enfropik是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司 他们致力于提高人工智慧模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根据交易条款 Enfropik将使用亚马逊的云服务和定制芯片 来构建训练和部署其人工智慧模型 亚马逊对此表示欢迎 并认为这将有助于促进生成 使人工智慧的进入和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 Enfropik的创始人 Dario和Daniel Amade兄妹 曾在OpenAI工作 他们非常注重人工智慧的安全性 这不仅是对用户的负责 也是对整个行业的负责 亚马逊的投资 无疑将为Enfropik提供强大的支持 使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随着科技巨头们不断加码 对人工智慧的投资 市场竞争将变得越发激烈 这种竞争不仅会促进技术的进步 还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想象一下 未来的某一天 您可能会在家中使用一个 由Enfropik开发的智能助手 这个助手能够理解您的需求 提供个性化的建议 从推荐电影到制定旅行计划 无所不能 然而 随着这些技术的迅猛发展 安全性和可靠性 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Enfropik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将为整个行业 树立新的标杆 也为未来的技术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 CNBC报道的股市观察重点 标普500指数 预计将在周五小幅高开 尽管9月通常是股市 表现最差的月份 但今年的情况 似乎有所不同 标普500 有望迎来5年内的 首次9月上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 Costco的股价略微下滑 尽管其财报表现相当不俗 分析师们对其会员费用 上调的长期影响 持乐观态度 并上调了对其股价的预期 此外 电子产品零售巨头 Best Buy也成为了焦点 摩根大通分析师 在与Best Buy管理团队会面后 重申了111美元的目标价 称其为 价值投资的好选择 这些动态 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它们背后是消费者行为的转变 和市场趋势的演变 随着人们对智能家居产品的需求增加 Best Buy也在不断调整其销售策略 以迎合市场需求 想象一下 当你走进Best Buy 看到最新的智能电视和家电 这不仅仅是购物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总的来说 周五的股市将是值得关注的一天 无论是对长期投资者 还是短期交易者来说 这些指标都可能成为 他们决策的重要依据 随着市场的波动 投资者需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今天的特别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姓明 我们下次再见 继续关注股市分析 我们将为您带来 更多关于市场的深度解析 和最新动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ABC News在2024年9月27日的报道中指出 美国主要股指 在当天的表现个有不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DJI上涨了0.3% 创下新高 达到42,313点 这反映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然而 科技股的下跌 使其他指数受到影响 标准普尔500指数 S&P500下跌了0.1% 收于5738.17点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NASDAQ下跌了0.4% 收于18,119.59点 小型公司指数 罗素2000上涨了0.67% 达到2224.70点 当天的市场动态 显示出 投资者对于经济 能否在控制高通胀的同时 避免衰退 充满希望 一份显示 通胀和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放缓的报告发布后 国债收益率有所下降 进一步支持了这一乐观情绪 从整个星期的表现来看 标准普尔500指数 上涨了0.6% 道琼斯指数 也上涨了0.6% 纳斯达克指数 则上涨了1% 与此同时 小型公司指数 罗素2000 略微下跌了0.1% 这些数据反映出 市场在一周内的稳定增长 尽管面临一些波动 从年初至今的表现来看 标准普尔500指数 上涨了20.3% 道琼斯指数 上涨了12.3% 纳斯达克指数 上涨了20.7% 而罗素2000指数 则上涨了9.7% 这表明尽管市场面临诸多挑战 美国股市依然展现出强劲的韧性 这些指数的表现反映了投资者 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 尽管科技股的波动 可能在短期内给市场带来影响 但从长期来看 强劲的经济基本面 支持着股市的上行趋势 ABC News还报道了亚马逊 与人工智慧公司 Fropec的合作案 获得英国竞争监管机构批准 这笔价值40亿美元的交易 在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的调查后 被批准 因为该机构认为 NFropec的收入 和与亚马逊在英国的市场份额 不足以根据该国的合并规则要求 进行深入调查 根据这项交易 NFropec将把亚马逊网络服务 作为其主要的云服务提供商 并利用亚马逊的定制芯片来构建 训练和部署 其人工智慧模型 这一合作不仅是亚马逊的一个胜利 也是整个人工智慧行业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NFropec成立于2021年 由曾在ChadGPT制造商OpenAI工作的兄妹 Dario和Daniela Amadei创立 专注于提高人工智慧模型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 随着科技巨头们不断加码 对人工智慧的投资 市场竞争将变得越来越激烈 在CNBC的报道中 周五股市的十个观察重点之一 是对Best Buy的看涨评估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 将Best Buy 纳入了他们的分析重点名单 重申了111美元的目标价 并称其为一个 价值投资的好选择 分析师们认为 随着计算机更新周期的到来 以及房屋销售的改善 电视和家电的销售将增长 这些报道表明 投资者需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特别是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 随着市场的发展 对于那些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公司来说 未来的增长潜力 无疑是巨大的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